先前领口一间烧腊店被爆出砧板上爬满蟑螂 引来网友热议 事后老板马上出面道歉 并承诺会歇业改善 如丁重新开张并特价招待 吸引了满满的客人青睐 当时有网友在领口这间知名烧腊店发现 歇业后的砧板上爬满小墙 而且足足有30只之多 引来网友讨论说好热闹哦 白天烤鸭碎 晚上蟑螂睡 看了都快吐了 对餐厅卫生产生疑虑 不过随后该店的老板就主动出面道歉 解释戏剧工作台每天都有用100度热水和沙拉托清洗过 但由于店面老旧 加上最近周围消毒 才会有大量蟑螂出没 问了已是负责 他决定暂停营业 重新装黄病大消毒 好好整治店内的卫生整洁 不久后 老板又再度在脸书上表示 店内已经经过排水管封网 切肉须内外全封死等工程 工程 小生物再也进不来 另外 之后消毒公司会来签约点药 封闭排水沟 重新装黄 下装两组浸电器 两组油水分离槽等 预计会重新开业 三点一律特价50元 也欢迎所有人进来店内指正 提供改定建议 网友对于老板负责任的态度也十分赞许 我要以行动支持你 有这样的心态 生意很难不好 老板的谦卑是这个社会最好的身教 老板的谦卑是这个社会最好的身教 在重新开业当天 店外果然大排长龙 足见民众的支持 其他网友也回应 那些收到民众负贫的店家可以好好参考 与其供给留下负贫的人 不如改善自家环境吧 事实证明改善反而令人欣赏 在老板出面负责后 的确让人吃得更加安心啊